歡迎鄉親收穫三位31號的新中華新聞 我是您好 你好 新聞一開始 我們先來關心一個趣味的華東 為了迎接中華見關300年 白色方塊剛做社和中華官懷抱到文化協會 幾位2023招跳技術者 這個華東中對四位設立一直到五位十里好 在這邀請到國歌劇表演技術團隊來到中華演出一話 還有幾位後三條索尾早途路線以及順風路線 打開市場 而且是山頂的藝文體驗 電視160件華外的作品 偏步在中華車頭 就是見到到第一名店家 歡迎各位的小朋友來到中華招跳企圖 日空23招跳技術者是一場在地實戰的社會時間 由民間發起 頭過個人收穫觀看以及氣格戰鬥 已經有150人享用 為了要接中華見館三百年 白色方塊剛做社和中華官懷抱到文化協會 幾個這次的早條技術者 要請到國歌劇表演技術團隊來到中華表演 華東對四位一合開始 幾個六三條索尾早途路線和主題順風路線 所有電視作品分佈在中華市各地上點 歡迎嘉義給所有的朋友來中華早條 由古山區 看電腦 吃VC 佐條藝術季其實是從2018年就有第一屆 那其實我們是一群在地的朋友們一起做的藝術季 那其實這裡的很多人都非常關心地方的發展跟活動 所以佐條藝術季算是凝結不同年齡層 然後不同在彰化地獄生活的人們一起對這裡土地的想像 然後才有了佐條藝術季 這一次的作品一共有160件 然後大約分佈在110個地方 那從工部門的空間或是公共建築的戶外 像是高兵閣、武德殿這樣的環境都會有 那最重要的我們還有很長迷生活的小吃巷弄 像有一件作品在寒洞 它就在城中街的巷弄之間 所以我們很希望大家用步行的方式去發現彰化的特色 另外一方面 藝術座的基盤有機會生為帝衡的養分 讓在地學主能夠繼續創意跟帝衡就行 不用對藝術的喜愛 我們現在就是這次的佐條藝術季有其中的一個展覽叫做佐條獸 那我們其實很希望說我們年輕的高中生、國中生 在這邊求學的小孩 對我們自己的家鄉、對我們自己的土地有更多的認識 才有機會得到認同 那我們就邀請了藝術家與他們一起上課 然後也帶文史工作者、村民縣一起跟學生分享 鐵道文化或者是彰化的飲食文化 那透過認識這個環境之後才有機會去對未來 可能以後好好求學之後 然後返鄉回來發展更多有趣的內容 日空二、三、三條結束作 混作電欄跟表演兩大部分 電欄邋車到八尾結束跟主題創作 謝侯侯一百名學生參加 文化一十八在地主題 創作一百六十件作品 邀請大家做會參與這座三次的結束競電 讓中華專輯正會走跳樂飯天 新中華新聞白兵林中華 柴鴻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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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鴻不得